而刚上路的台中BRT 昨天遭到一辆误闯专用道的轿车给撞上了 轿车女车主轻伤送医 至于BRT上当时有乘客乘坐 乘客全都往前请 幸好所有人都没有受伤 而这是BRT上路以来第一次的车祸意外 这部黑色轿车闯进蓝色BRT专用道 BRT停车载客 小轿车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听到站要下来 然后就刚好就蹦 然后那个人就在里面跌倒 这一转可不清 驾驶疑似紧张 整辆车又冲上了安全岛 车头撞毁连保险杆都掉下来 而车内安全气囊爆开 女驾驶轻伤送医 BRT是走外侧嘛 是不是 小车车追撞之后控制不了撞安全岛 当时BRT车内有三名乘客 听到一声巨响所有人往前请 而照射的驾驶是一名65岁的富人 疑似精神不济闯进了BRT专用道 当时车上三名乘客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还好都没有受伤 BRT上路五天以来 不断有车闯入了专用道 交通队已经开出了83张的罚单 这次黑色轿车不但闯专用道 还撞上了BRT 除了驾驶受伤之外 也得赔偿被开罚单 记者赵建林台中报道